这是一种导热凝胶 这是各种导热凝胶 颜色各异 导热率的参数也是各不相同 有的更干 有的更稀 但它们基本都是软软的膏状 本期视频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导热凝胶 在视频开始之前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导热凝胶 它是导热率越高 它的性能表现就会越好吗 hello大家好 随着这几年导热凝胶的使用范围 是越来越大 甚至是在台式机的显卡上 都可能看到导热凝胶的身影了 笔记本上 更是越来越多的厂家 在使用导热凝胶 但是在导热凝胶的使用上 我们发现可能很多人 还是存在一个误区 那就是导热凝胶的导热率越高 它最终的上机效果就会越好 这个错误的认识 其实之前我也掉进去了 因为凝胶 它不是硅脂 使用的厚度相对是较厚的 天人就会让人觉得说 凝胶肯定是导热率越高越好 以至于到了最近 我们来测试 泰金诺的两款高导热率型号的凝胶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在一些场景下 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就不是说导热率越高 就一定越好 当然凝胶的使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比如说汽车电子 无人机 什么光模块 电信基站 等等 但我们本期视频特指的是 是在DIY我们这个范畴内的应用 和大家来相对更深入的来聊一聊导热凝胶 现在大家看两个比较有意思 并且非常拧巴的测试数据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式机显卡的显存上使用各种型号 各种导热率的凝胶来进行的一个对比测试 导热率越高 它的温度就会越低 12瓦的凝胶 比4.5瓦的凝胶温度低了有6度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了 就算加上我们的测试误差进去 这个数据也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正常 这个数据也很无趣 下面我们看个更有意思的数据 我们换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电脑上 分别使用太尼诺的12瓦和4.5瓦这两种凝胶 1200和450 得到的测试数据大家看图 用了4.5瓦凝胶的显存温度 要比12瓦凝胶的显存还要低 是不是感觉很拧吧 很违反直觉 这到底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 就是我们测试这台笔记本本身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并且这个现象 也不只是只有这台机器才有的 核心上用的材料 我们都是用的7950 也没有什么差异 那为什么导入力越高 反而显存和核心的温度都会更高 用了导入力更低的凝胶 反而显存和核心的温度更低呢 我们看一下它们拆开的硅脂的压痕 可能就明白了 可以明显的看到 使用了高导入力凝胶的时候 笔记本的显卡核心的7950 是没有被充分压薄的 显存上的凝胶 凝胶本来就是有厚度的 我们可能也感觉不出来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异 但基本可以推论出来 凝胶是没有被充分压薄 所以导致这个散热器被电高 以至于中间的核心和散热器的接触也不充分了 所以它这个核心温度更高了 再来看这个使用的GL450 低导入力凝胶的这台机器 它核心上的7950就被充分的压薄了 我们测试虽然说是靠手工来拧螺丝 但给这个力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显存上这个凝胶的对比1200这边 也是要压缩的好像更薄一些 虽然差异不明显 肉眼是不太容易区分出来的 那么反过来 我们再回头去看 我们之前在台式机上测试的凝胶和核心硅脂的对比 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了 核心的硅脂都是压缩的很薄很薄 要解释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 其实就是某些笔记本 比如我们测试华硕的笔记本 还有华硕的很多的笔记本 其实都是一样 它显存和散热器的间隙控制的非常的小 我们用土办法进行测试 得到一个可能不是特别准确的数据 大概就是比一片7950要厚 但是肯定要比两片7950要薄 就是它的间隙大概是在0.2到0.4毫米之间 在0.3毫米左右 而这个3080超龙 它的显存和散热器的间隙是2毫米厚 比华硕笔记本的显存间隙大了很多倍 为什么说间隙小了以后 就会导致这种高导热率的凝胶压不薄呢 这两种看上去都是柔软的高状 并没有什么特别本质的差异 虽然说这个450看上去确实要更软一点 但其实它们内部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下面我们用这个小家伙 带大家看一点有意思的图片 也许就理解为什么了 首先是放大了100倍的近月7921 是不是感觉好粗糙 和我们肉眼视觉上的那种细腻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是7950SP 看上去比7921更加的细腻 但其实不是 由于相片里边它的这个数值很容易把那个填料表面的凹凸给抹平了 所以看上去它更平 拍的我们可能并不是很专业 不是很准确 后面的那种材料比较稀的型号可能也会有这种现象 其实7950SP里边也是有这个大小颗粒的 这个是我们的GK09导致率是6.5 它的颗粒感相比7921 目测是不是要更粗糙了一点 它的粒径分布可能更广一些 有大小不一的这种现象 下面这个是GK2 GK3 G1450 GL800 GL1000 GL1200 我们把这些图片再放到一起给大家看 是不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不同导致材料 它们这些填料颗粒大小的差异 还是比较明显的 以我们极端的例子来举例 我们把倍数再放大 这个是放大了250倍的TiNi的1200和450 这两个画面放到一起看 是不是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这个1200明显这个颗粒要比450要大的多 尤其是这个1200 看到里边这个一个个大小不一的 跟鱼蛋一样的 其实那个氮化铝 也正是因为1200里头 有这些大小不一的颗粒 那么就会导致 在压薄这个凝胶的时候 它会有大颗粒的填料来支撑 然后周围再有一些小的给一些支撑力 那么摩擦就会很大 不顺化 很容易就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厚度下 把这个凝胶压得很实 你想把它压得更薄的话 就需要给它更大的压力了 因为笔记本 它普遍提供的这个散热器压力 是很小的 你加上华硕这个机器 本身这个间隙又设计的这么薄 所以像1200这种大颗粒的填充 就不容易被充分的压薄 厚度增大 热阻就上升 中间的核心也受到了波及 核心的7950也不能被充分的压薄 那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问题 而对应的450 就可以被轻松的去压薄 热阻有效的降低 显存温度也会更低 核心温度甚至也会更低 但是反过来 由于在台积级显卡上 它这个显存间隙非常的大 我们之前测量过 大概在1.8几毫米 所有的凝胶都能够被充分的压到 它需要的厚度 因为厚度很大 所以导游率更高的凝胶 它的温度表现就会更好 当然我们这里有情提示 这个画面只是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 导游材料里面那些粉体 以便我们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前面会出现测试的那个问题 单纯的颗粒大小和材料的最终性能的 好坏或者稳定性耐久性 它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 那有的朋友这时候可能就会问 有没有导游率又高 热阻又低 又非常容易压薄的导游凝胶产品 好像目前还没有 至少我们还没有发现 在现有的绝缘导游材料体系下 基本上它往里添加的就是 氧化铝 氧化芯 甚至好一点的氮化铝 还有前沿一点的氮化棚之类的 想通过改变导游填料的导游率 从而来改变材料最终的导游率 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基本上目前通用的方法就是 往里添加一些相对大颗粒的填料进去 有大颗粒 有小颗粒 填中的时候它就会更紧密 导游率层就上去了 但是因为这里面有了大颗粒填料之后 它的热阻就上去了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平衡的问题 所以就以我们目前销售的导游凝胶为例 我们附上一张表格供大家参考吧 比如你是华硕的笔记本 凝胶的替换我们推荐GL450 还有我们的GK09 甚至GK2GK3都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它的颗粒更细腻 可以压得更薄 如果说原厂的凝胶涂的是比较厚的 那么我们选择推荐8瓦或是10瓦的凝胶 可能就是极限了 或者说机器原厂用的导游垫片 你想要替换成导游凝胶 并且垫片的厚度也在一毫米左右的 那用导游率更高的凝胶可能表现会更好 当然对温度的差异虽然是关键 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高导游的凝胶 在相对更大的厚度上能保持的更好 比如你是台式机显卡的话 那么你散热器的压力很大 间隙也很大 如果说使用凝胶的话 当然我可能也不是特别推荐 那选择更高导游的凝胶比如GL1000 甚至是GL1200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这个8瓦可能就是一个临界值了 在这个37间隙极小的华硕机器上为例的话 它的效果是不如GL450 甚至都不如我们的GK2 GK3 但是你随着长时间的使用 反复的挤压压薄 效果最后可能也差不了太多 但这种情况其实更多的是在磨合凝胶 而不是去磨合那个橡变 这可能也是一个误区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凝胶的使用和选择 这不是盲目的选择高导游率 就一定是最好的 或者说更好的 你多花钱不一定多办事 这个问题我们是研究了很久 可以的话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 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希望本期视频也能够帮助到大家 更愉快的去完成自己的DIY 好 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 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来逛一逛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 by bwd6 by bwd6